索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日前对当地媒体表示 有意与台湾断交 跟中国大陆建交 索罗门群岛再度传出与台湾当局的邦交可能生变的消息 据台湾自由电子报19日报道 澳大利亚电台著索罗门群岛记者瓦苏卡在个人推特贴出 索罗门新报 头版的报道称两名来自最大省份的议员领衔施压 要求总理索加瓦雷六个月内与中国大陆建交 否则将对他提出不信任案 台外交部19日称 本届索罗门群岛国会仍是多党伶俐 内阁也属多党联盟 难以形成共识或政策 有消息称 美国国务院官员日前与索加瓦雷通话 要求其继续与台当局保持伙伴关系 国民党立委江启臣打脸称 索罗门群岛五十席国会议员中 有22人支持与大陆建交 逼近半数 台外交部不应再有恃无恐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